大家看到旁邊這位阿伯 阿叔好 阿伯好 不過不過就過了幾天了 我都追著看他的報道 是京官來的 一場來到 給香港人一些信息 我們評論員必須要 明知道他講的東西是廢的 韜語 官康韜語 宣傳語句 都好 看來看去都看不到任何東西 結果好幾天了 不知道他幹什麼 我只能說他走一走 吃飯幾尾 這位叫做蝦鋒龍 這個就是那些網民起的名字 就是鋒龍蝦 英文就是鋒龍蝦 鋒龍蝦來到香港 恩如其名 鋒龍蝦有份 這個這麼敏感的時刻來到香港 我們一定是覺得他重要的 對不對 就是覺得他當然要有些指示好 有些方向要告訴香港人 或者來查數 開頭我也跟一些朋友這樣評論他 當然來看 查炒不足 李家超做得不好這樣 諸如此類 但是這麼多天 見著李家超每天都陪著他 跟麥美娟 一個三陪藍郎 一個三陪女郎 陪足這麼多人 去到 做做都去一下 你大家記得去哪裡了? 最多頭三天被我罵過了 只會喝茶朝朝去完西貢去黃大仙 喝茶 原來這就是他的特色 後來不是很敢喝茶 吃飯兩面什麼事 每天三餐 當然以他的級別 在北京都不會沒有飯吃的 時時有官家飯吃的 不是吃到他這麼肥頭得意嗎? 問題就是你在北京 他這些級別的官員很普通 雖然政治局這樣 是很高的了 但是周圍都是這樣的 部長啊 局長已經沒有人理的了 部長啊 委員啊 人大啊 政協啊 哎呀 周圍都是這樣的 又疊快招牌 打死一堆人 一堆大人物 北京 看到北京才知道這個官勢 來到香港怎麼同呢? 李香港簡直是封了路啊 整間酒樓封了給他啊 是不是? 那個氣勢 架勢 哦 在北京哪有這麼威風的? 所以他幾開心 你看他的樣子 幾開心 你看他幾開心 笑口齊齊的 殺熟狗頭的 來了香港 簡直是皇帝一樣 是吧? 我告訴你 不是很高級的 其實他應該是跟特首同級別的 不過他在北京做官 近代 皇帝的大代 是英雄來的 是不是? 近代英雄 變了 所以呢 要給他面子 但是他那種級別 是不是? 你說他 就是 出糧 或者是重要性 中央委員都不是 是不是? 不過你的爛鬼小組呢 本來港澳辦現在直核中央 政治局下面 那就一年了 是不是? 我另一條片都說過一年來 你做什麼? 香港衰足一年了 去年三月我們一片好景的 現在還在說一片 將來一片好景 去年三月真的有一些 剛剛才有趙令嘛 接著 疫情兩年多嘛 開始完了 我們開始 風光無限 拼發過香港的精神 重新上路 一年下來 是這樣跌的 是不是? 這樣跌的 這樣跌下來 跌足一年了 是不是? 李家超年終的表現 香港 我其他片段都看見了 連香港的建制派都挺不順 頂不順 頂不順李家超 出來說話了 雖然有九十個人多 我們的立法會 都有一些 全建制的 全建制 但是都有一些個別 有些性格的人物 是不是? 終於肯出來 罵阿超 得罪了保隆 我今天就不是啊 他還有一、兩千個人 我錄片的時候 但是他似乎最多 最後那天可能沒有份 直接不坐在立法會上 只是第一天來 第一天來 第二天來 第二天的早上 傳召了政府總部 傳召了大口 梁君彥 跟著幾個委員會 重要的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主席 二十三條委員會主席也沒有叫到 哪個委員會主席 好像有 梁美芬好像說 哎呀 不知道 總之呢 這些真是沒有個好事的 哎呀 很關心我們啊 這樣 但是他就直接不去立法會會見了 酸酸降貴 立法會完全有心貶低 這些我也奇怪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立法會開始批准這個特首 那如果你幾天下來 你看到了 他不是來查數的 他是來支持阿超的 是不是? 阿超跟著他抓 也都是表明的啦 如果打他 兩個面左左 吳慧根就抓啦 你撕得夠啦 我沒有理由 其實真的沒有理由 跟著他在旁邊 他是來調言的嘛 調言只是針對你 李家超嘛 那你跟著他 走到哪裏 有人想說話 哇 我想罵阿超 或者暗示一下也好 就算你媒體看到也沒關係 你沒有理由他在旁邊 我們的繽紛不夠啊 立刻黑臉 超望著你 那你怎麼敢說話呢? 所以呢 你是真的調言 你根本就不要他在旁邊 但是我們見到呢 三盆藍籠 麥美娟三盆女郎 喝茶吃飯 走走走走就是這些事情 所以被人說他騙什麼吃 雖然呢 就算他清水衙門 什麼都不貪 以他的薪金都足夠他吃得豐富的嘛 不會這麼遠來騙一頓飯吃的 但是騙個威勢呢 騙個皇帝那些出秦的那些風那些架勢呢 他拿到作外霜 你多開心 你看他樣子多開心 笑到呢 堅硬不堅硬 就是他 在北京哪有這些威勢呢 是不是 哪有啊 放都封了 封了路 整間酒樓封了 是不是 找一些關愛隊進去辦茶這樣來招呼你 那些很過份啊 雖然他不知道香港是會踢爆的 但是呢 國內呢 國內有這些東西大家都明白了 是哪些人有啊 最少都政治局委員啦 省長級啦 是不是 那他其實理論上是省長級 但是阿茂認識你嗎 那些警察不會幫你這樣 清空了這些東西的嘛 唯有落到你的風浴那裡 香港的風浴 落到你香港的風地那裡 香港那些就要拆來拆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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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質問一句 你說是保安理由 那李家超出秦有沒有這樣搞法呢 有沒有這樣搞法呢 很噁心的啦 李家超都是找美娟那些 哎呀 我有不有秀啊 找一些小市民 但是你看到保安都是有幾個 那就算了 是不是 阿超都是基本上是親到民的 是不是 他也都不怕 都說香港人 他都是警察 不怕人暗殺他 怕的 暗殺就怕 這樣暗殺就沒辦法了 不是說暗殺這個層次 簡直是有人摸著面質問他 罵他 他都最多是笑話而已 一定有這些人的 沒有性命危險啊 但是寶龍來到呢 有人摸著他 像鄭森那樣 爛圖告了 我們要告李家超 那就尷尬了 所以他就不會的 你和群眾完全脫離 已經很多人講過了 是不是 當年溫家寶去淘大 江澤民去哪裏 總之呢 這些事情他就欠奉了 不做了 幾大都 那你來做什麼呢? 你來做什麼呢? 我們真是不禁要問香港人 招待了你 就是網民呢 除了叫他鮑龍蝦之外呢 還要說他 騙人騙食 那我都不會說你騙人騙食 但是你沒得吃嗎? 不是嘛 不用來到這樣 我覺得他來就是要威嚇 還有如果這樣說呢 他知道 是不是? 作為北京的官 是不是? 看見香港是暗湧處處 民怨沸騰 那他以為自己? 你當我們是侯德華嗎? 我是明星來的 是不是? 你在一般小市民 見到他笑容可供的 事實上他的賣相都不是太差 我們都有偏見而已 一個快樂的長者 整個梁醒波那樣 喜劇人物那樣 下來到處幫你阿超 是不是? 拉票那樣 做一下公關show 我看來看來看來這麼多東西 哎呀 混蛋了 香港這樣的環境 很希望你來 喂 你暗差大臣來到 我們有什麼冤情 起碼伸幾句都好啊 沒有 不肯見人 是不是? 我說過了 我如此說過了 你要見地產建設商會 梁志堅 因為地產佬 我正在發我 最好是見見 罵過阿超的人 馬時亨啊 田北辰啊 施永青啊 這些 他們不是亂罵的 有了什麼的 要聽聽他們的意見 沒有 這樣就不知道了 我這條片還有一兩天的 他還沒走的 我錄的時候 但看來他沒有這個心啦 不會這麼戲劇 最後那天照見了反對派 叫李柱銘吃一頓飯 說是就說你厲害 當然不會啦 你看他整個風格是這樣的 是不是? 其實是很少官利的 很少官員 香港人就糟糕了 即是你治國 即是香港已經搞成這樣了 你的京官來到了 都沒有京官的款 擺下款也要分析一下 超幾句 當然他那個 予以肯定 其實是貶得很低的 即是官方那個 但是肯定呢 你看到呢 官方有一個立場自經是很不一樣的 李家超整個東西的施政 大派他下來呢 看看啦 撐啊撐啊 撐啊 似乎他的調就是你下去撐一撐他 不是他真的好不行了 所以他來到呢 唯一目的就是撐 什麼條言呢 查找不做更加不會的 到現在不會 沒有任何的跡象 臨後臨後會不會信啊 公開信啊 超一頓呢 我希望啦 起碼他省定點啦 這個阿超 阿超 即是知道自己有問題啦 而不是這樣嘛 喝喝吃吃就下來了 七天了 是不是 走的時候剛剛就是那個 兵空戰危的財政報告出 還有23條 是不是 你啦 那下來又幫23條命多了 這個我們不意外的 那你又怎樣呢 老實實 你是要立即立的啦 用不著你來講這麼多東西呢 你說又怎樣呢 你是不是來認識香港人的疑惑呢 你問大律師公會 其實那些人是很專業的告訴你 那些人是很專業的告訴你 這些字眼不要這樣啊 你改一下他 很多人有擔憂啊 是不是 這些真是已經很客觀的 他都不做了 你看他不做了 他會交給阿超 決定他了 他寫開車命就走了 是不是 不是燔孔了 他只是寫了 這個人 就是這麼多東西啦 一場來的 對甚麼 真的令人非常失落 是不是 當然啦 我更加樂觀就是認為呢 不可以嘛 那你搞什麼KPI呢 我覺得 以我的理解 國內拔官是很正常的 說拔了拔的 這樣就不會殺死他 調了他不知道去哪裡 給他暗上一位 平調 我們以前那個張曉明去了哪裡 很多人見到黃鎮民去了哪裡 啊? 不要見這些人風光無限了 轉頭不知道是什麼來的了 轉頭就不知什麼了 所以大家想不想躲起雲湧去拆鞋 是不是? 難得他來到 坦白一點跟他說話 你們的建制見到他 坦白一點 為香港好 為阿超好 是不是? 能夠在最後時刻撥亂反正 我們這些真是嚇人憎了 但是我們說 你如果能夠聽老人的說話 及時修正 是不是? 這樣呢 你耽誤好一點嘛 不是的話 突然間一朝醒來全部 撿包袱走人 是不是? 不行 因為你們 那你說不是啊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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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是 你說不出一個理由 我說你不行 我數出一條這麼長的 list 香港現在 香港多不應 現在 是不是? 我們可以數出這麼長的 list 而你呢 只是出來入黑手 飲飲食食 騙飲騙食 是不是? 反正啊 你 好了 講完 OK OK